那有請部長,謝謝 好,請部長 高委員好 是,部長好 那今天的話其實我這邊的話可能準備了幾個題目 是希望說部長跟科技部的這些部會首長 能夠來了解一下,關心一下我們接下來在疫情裡面 科技部怎麼樣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好,那首先的話還是因為今天其實我剛剛前面看到有很多委員也都提到這個問題 那我自己也盤點了一下在防疫計畫裡面 包含說我們的整備應變計畫、應變作為表 還有特別預算案的部分呢 其實有21個部會在裡面都有角色 但很可惜的科技部在這一次的重大疫情中缺席 好,但是我今天有先聽了一下前面有其他委員的回覆 還有就是我們的部長有提到 那我大概理解說科技部在這個部分呢 並沒有以計畫的方式來參與到疫情 好,但是我想這個角色的部分還是 因為我想說如果只是責備您說您沒有就是在這個地方有編列計畫 但是您默默的在做可以 但是我覺得角色的部分我們需要有更多希望科技部來參與的部分 首先呢我看到第一個題目 就是要說以假亂真訊息滿天飛 那這部分的話呢我自己先對我們科技部的計畫做了一些小的功課 那我知道說其實科技部呢是有一個計畫跟這個題目是比較相關的 那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呢?就近期因為 就是本席市就是屬於比較偏向數據跟科技 所以收到非常多的選民的陳情 包含各位可能看到齁在這一次的疫情來講 即便是去年大選的時候假消息的這個情況還沒有這麼氾濫 所以不知道部長有沒有看過齁就是這些假消息 包含說代表就是 就是謊稱是行政院說大家每天可以去領口罩 或者是說白牌的司機這個第19例呢 他的遺體未經過我們的傳染病防治法的管制而去火化等等等 那不知道部長看到這樣的假消息的時候科技部在這一件事情上 是否有一些其他的作為或規劃 因為我覺得疫情這件事情呢 假消息會造成民心非常大不必要的恐慌 是非常謝謝委員的提問 我知道委員是大數據專家 那我們在前應該在一年多前其實就已經了解這個 這個叫Information Wall就是執行站 其實全世界都對這個假消息非常的關切 科技部確實我們有找學界的專家的研商說 有沒有可以透過包括大數據的分析來做一個匯整 其實學界對這個問題也是很困擾 因為目前我們看到連國際研究都沒有一個對接的方式 那我們確實有計劃也是請學界說 可不可以至少努力看看去做對接 所以我們目前是有在做 但相關的技術還是要跟事實做比對 就是data要夠 這個data因為它又非常快速 所以我們也在看說 我們現在的計劃應該 最終運用區塊鏈群眾之力也就是剛剛部長有提到的 就是怎麼去跟一個事實的一個平台去做查核 包含數位千張資料庫這些 那我是想說這個地方其實還缺了一個部分 在這邊可能要先跟部長提醒一下 因為呢在美國其實有開始有這個所謂的deepfake的技術 身為技術 那這個技術可怕在哪裡呢 可怕在於它可以直接把 比如說陳時中部長目前在全國應該算是 在防疫來講有權威性的 他可以直接把陳時中部長的臉 直接就劈到我們的一個不實的影片上 而造成說人民對於這個假消息的相信可信程度會更高 那不知道部長對於deepfake這樣的技術 是否應該放在這個計劃裡面 您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 當時這個計劃就是剛剛跟我們報告 因為有這些問題 所以請工程師去規劃 然後把學界的能量找進來引導他們做 其實fake news或deepfake 這確實是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我們因為剛剛有人要了解說 政府提供這個專案 那我們標記出一些項目 其實還是要找專家來做審議跟提案 最後還是專家去決定哪幾個項目 是值得去開荒 所以我們這幾個項目就有進去 這計劃要8月1號才開始做 就是有沒有辦法加速 因為像我昨天其實我也跟經濟部長講 我說你們今天每一次審查計劃都要半年以上 那我今天紓困計劃的預算可能只有一年半的期間 那這樣的話可能我們就真的是緩不忌急 那現在有沒有辦法在8月1號才開始的這個計劃 可以提早就讓他加速我們的審查程序呢 跟我們說明這個案子因為已經早就 除去一下案子已經進來 我們目前應該是會有6個案子要執行 那學界的執行時間本來就是有他的節奏 當時抓的時候攝期一到 然後讓新的學生連上來可以做 所以這個比較還是配合學界的那個節奏 因為我們也會被學界罵說你扣個案 然後兩個月就要收案 對他們來講是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程我們是跟學界去研商 那科技部有沒有辦法除了學界以外的 其他的研發單位也能夠來協助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只是仰賴學界的力量來做這個 科技部其實就是空的 因為科技部就是空的 對因為我們就兩百多個行政人員 那就是服務這個四萬多個教授 大概就是各個領域必須要去照顧 讓它均勻的發展 所以我們的叫做藏副移民 我們真正的研究團隊就是在大學裡面 那當然委員問的那個部分是 我們有一些研究中心沒有錯 像我們有國防中心嘛 國防中心就是大數據的這個整備 但是一般他們是做服務協界要的這個硬發發展 你應該這樣講啦 部長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在做這一種類型的研究 其實我覺得學界當然進來 會是一個時機點 可能要配合開學 雖然我覺得大家應該共體時間啦 whatever 但是前面我們可以有一些工作是先行的去處理 比如說這邊講到我們的資料庫建立 這個計畫也寫得蠻宏偉的 他說要做全球最大的這個假訊息的資料庫 好那我就想說其實資料庫這個建立 他可能會跟其他的公部門也會有相關 那好像也沒有一定要等到學校開學 我們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邊還是很希望部長說 當然如果學界的科川8月1號才開始啟動 請科技部去思考一下 8月1號之前也許我們可以先替他們建立這個 所謂的假訊息的數據的平台 也許我們可以先幫他開始做假訊息的標記與收集 那這樣子的話 學界他們在8月1號開始啟動這個計畫的時候 這些學界的老師跟學生 他們可以把技術直接應用在我們這些所收集到的這些數據上 所以這個我想希望部長跟科技部的同仁們 回去可能先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在這個計畫起跑之前可以先做的事情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就是部長有提到這個 第三方事實查核的這一類型的一個技術的資源 那這邊只是提醒一下部長 第三方事實查核的機構呢 其實他過去已經被踢爆 就是其實在三四天前已經被踢爆說 有半數委員是兼任官媒的董事 那如果今天他是屬於央廣的組織的這個人員的話 那是不是還能夠秉持第三方公立的角度 去提供我們假訊息的偵測 我希望這個是部長可能在考慮要和 比如說法務部調查局合作來提供事實查核的時候 也需要人家思考一下事實查核的這件事情 該怎麼樣讓他能夠做到中立和第三方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主題是科技防疫 因為呢 我在2月21號的國事論壇上面的時候 其實有發表就是運用新科技的話防疫可以更有利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很可惜那時候我其實提出來的概念是 希望能夠運用機器人跟物聯網在醫療的單位 去做這個防疫的事情 而讓醫護人員減少 他們去接觸病患而染病的風險 但是很可惜的 我們在前一陣子已經看到 林口長根已經淪陷 變成一個醫護群聚感染的地方 現在目前已經有七例了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我們看到 就是像高雄醫學大學 他們其實自己已經在負壓隔離病房 啟動了所謂的非接觸式監控 對於這些病患呢 他們直接可以遠距的去做身體的量測 而不需要醫護人員第一線的去做很多重複性而危險的工作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會希望科技部呢 在這裡可以提供更多的這些協助 因為包含是像機器人 包含像物聯網 其實科技部應該也要去規劃 這相關的科技怎麼去做 但是我很遺憾 因為我最近有跟一些機器人的廠商來聊 聊一下說他們在這個部分如何去協助產業 但是他們提到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科技部部長在這邊是不是能夠回答我 到底服務型機器人 是科技部這邊是不是有輔導的角色在這裡 還是說其實科技部在服務型機器人這一塊產業上面 科技部是沒有角色的 跟委員說明 其實對一些比如說剛剛服務機器人 他有一些特殊的 例如說你的柔軟度和相關 那這些的科技的研發 確實科技部有團隊在做 但是把它組成一個做Service 這其實就是超越科技部 因為這可能要產業去服務 所以科技部是盡量把一些關鍵技術能夠幫忙解決 那至於它變成產業 可能還是要其他的連結 因為畢竟我們沒辦法標求這個學校的教授一定帶學員做到那個產品 好 那就是最後可能就提醒一下說 可能科技部要更加的主動 因為像這些事情 也許我們可以主動的去跟這些部相關的部會 包含經濟部 衛福部 去由科技部的角色去說 我們可以主動來協助哪些關鍵技術的開發 就這些都有 包括我們前一陣子的那個 口罩的賣口罩 零口罩的機器人 那其實都是科技部把它協助把它湊出來 但是我們這個還是要讓指揮中心決定要不要用 那我們會公開給跟產業界如果有需要 那就希望科技部可以運用科技 讓我們的防疫更有利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高委員 謝謝部長 好 接下來請范雲委員